中文字幕——YK 特别要留意到那个进步叫金进 注重在金子 金是唇而不咋了 我们是粗学 粗学是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不从金进 你决定 不能成就 我们在经上看到 法神大师 他们的确光学多文了 华音经上 我们看到善才童子 善才童子 在文书会里面 文书菩萨会里面 是专进 那是粗学 一门深入 一门深入到什么时候 才可以 光学多文 到 皆定会三学完成 智慧开了 智慧开了 破一瓶无名 正一份发生 就原教 初诸菩萨了 这个时候 五十三餐 广学多文 这明摆着交给我们的 没有到破一瓶无名的程度 没有资格参修 没有资格广学道文 你看四红十院里面 说得多清楚 头一条叫你发愿 众生无便十愿多 第二条叫你断烦恼 烦恼无尽十愿断 那个烦恼是剑死烦恼 沉沙烦恼 无名烦恼 无名烦恼 也要破个几份 才能进入第三个阶段 发门无量 十愿许 摆得这么清楚 我们不相信 我们一开头 就要广学都 颠倒了 所以 用尽了心思 用尽了精力 到后来 一丝无尘 这是不听 佛陀的教诲 最后 佛道无上十愿成 善才参访 普贤菩萨 最后一参 参访 普贤菩萨 那个佛道怎么成的 普贤菩萨 十大愿望 道归极乐 无上佛道成就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